全球的产业 接下来都要看中国的脸色了吗 今天带您快来看 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全球的钢势 哇 这个钢铁市场 又是看中国脸色了 现在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下行 中国的经济景气没有那么样的好 全球的钢势啊 你也别想好 好 我们先来看最近啊 这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财政部长叶伦的动作 你就很好看出这一点 最近叶伦啊 一向你都觉得这个人比较温和对吧 但是呢 哎 他最近大呛中国哎 他怎么讲啊 他说他即将在四月份要访问中国 他说我要去 我要去跟中国谈一谈 中国呢不断的提高他工业的产能 结果扭曲了全世界的经济 这番话他在讲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讲就是 中国的东西啊性价比很高 所以呢可以做出CP值性价比高的东西 倾销到全世界 那卖到全世界当中 你东西好这个性价比高 当然你就是打趴全世界其他的企业啦 其他的企业呃东西没有你好 或者是价格没有你漂亮 哎 那就竞争不过中国厂商呀 所以叶伦是在讲的这个意思 他说中国提高了工业的产能 做了很多这种性价比高的东西 卖到全世界搞得全世界大家一起通通失业 企业通通倒闭 于是他就说不行 我要去跟中国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产能过剩的问题 什么意思他觉得中国你做的东西 你就在中国自己卖掉就好 你们自己内卷就好 你不要卖到我美国来 害得我美国企业都倒光 还要去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但这很可笑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全球化的经济 不是美国你当初市场化的经济 市场化经济什么意思 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嘛 市场消费者喜欢买什么 那就买什么嘛 那你自己厂商竞争不过别人 你怪谁呀 你怪人家东西做太好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呢 叶伦你这个四月份到中国 我们就来好好看看 他聊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来 我们可以来参考参考了 好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讲法 特别针对的 他是在一个太阳能产业当中讲这一番话 那其实呢 太阳能板本来就是中国呢 打趴了全世界很多厂商 如今钢铁业也是一样 其实现在呢 在中国经济下行之后 特别是钢铁业哦 现在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哦 你说钢铁过去 中国在把一带一路 带往全世界的时候 全世界帮忙做基础建设 他会用到大量的一些钢材 所以那个时候的钢是蓬勃发展 那现在没了 你看到一带一路呢 现在中国基本上都资助一些 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项目了哦 以前那种大的做水坝啦 盖机场啦 做港口啦 现在这样的一个案子 相对来讲比较少了 所以呢 钢的一个需求就没有那么大 再来一个 过去钢很多的用在哪里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蓬勃发展的时候 没盖房子 要不要钢当然要啊 现在呢房子不好啊 卖不掉啊 哎烂毁楼啊 所以你还要钢吗 不需要啊 那些本来很大的需求 咻的一下 气球消风没有了 所以呢你就说了 整个中国的市场 影响到全世界的钢市了哦 所以你就看到了 现在呢 这个美国就很担心说 那你现在中国自己 没有用那么多钢 你会卖出来 卖到全世界 把所有的钢厂通通弄倒闭啊 他好担心 他要赶快来讲这件事情 但美国很有意思哦 就是呢 他担心你欺负他的一个产业哦 他就想尽各种办法 用关税卡你 但是呢 他需要你的时候呢 卡的那些关税 简单嘛 我就豁免嘛 我就例外嘛 我就暂时不实施 我们来看哦 这个有400多项的中国产品 那个时候其实在 川普时代 他不是克了非常高额的 惩罚性关税吗 但是后来一大堆项目被赦免了 因为呢 后来美国自己想一想说 这个东西 我要买 就是性价比高的 还是中国的好 所以呢 他把一大堆的项目 全部都豁免了 照买中国货 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中国货 他有一个所谓的301的 一个这个关税的条款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克高关税 但是呢 他其中就好多项目都豁免嘛 好 那我们来看 本来那个豁免期 5月份就要到期了 现在应该有非常大的几率 会展延 哪些东西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就是 这个美国自己做出来 就是很贵又难用 想来想去还是中国的好用 所以就继续买的 比如说像是一些工业的零件 他觉得中国做的还是性价比高 那有一些呢 比如说像是这个汽车的零组件 然后呢 还有一些化学品 这些东西呢 还是要买中国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豁免了 另外呢 还包括了像疫情之后呢 他发现说 哎 美国有很多东西都没做了 都要靠中国 所以那些东西也豁免了 一些COVID-19的相关的医材 医疗材料的 比如说像口罩啊 消毒水啊 消毒纸巾啊 像是防护医啊 然后像是一些这个手套啊 像这样的一个医疗材料都豁免的哦 所以呢 简单来讲就是美国我要的东西哦 就没问题 你还是可以卖我 但是呢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竞争 我的企业可能会输给你 哦 我就赶快关税壁垒 关税壁垒 好 他不只是自己关税壁垒 他还拉着他的盟友一起 最近他就强逼墨西哥 他要墨西哥 你去调查一下中国好不好 哎 他说 我的关税壁垒都被你破口 被你搞破了啦 所以呢 你看他最近哦 这个他去统计数字哦 这个中国跟墨西哥的一个 这个双边的贸易 中国出口到墨西哥东西 突然间爆量哎 如果是你那个柱状图的话 咻都飞天了耶 好 我们来给大家统计数字哦 2023年哦 这个货柜量 从中国运到墨西哥去的货柜量 暴增 光是在2023年一整年成长35% 那在2024年光是一个月 他的一个这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60% 所以呢大量的中国货物输出到墨西哥 然后呢再在墨西哥做一点什么样的手脚之后 再卖到美国去哦 他们有美墨协定嘛 所以卖过去这个税是非常低 几乎不用嘛 所以呢就说了哎 那你在墨西哥西产地这样不行啊 所以呢美国现在要求墨西哥你给我调查 你给我调查中国反请销 中国请销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呢这个墨西哥就哎呀 就美国那么凶好 他调查一下哦 一调查我们看3月份他就说好 那他要针对这个中国呢 卖到墨西哥的一些相关的钢材 他要克关税都提高 他对中国的这个钢钢啊钢球啊都要克这个比较高的一些关税 从3.68%到12.35%的关税 还有他要克的是31%的临时补偿税 所以这个税就很高了哦 所以呢你看墨西哥本来很想跟中国做生意本来还觉得 捡到宝了捡到枪 你们中美关系不好肥到我墨西哥 结果谁知道这个美国就说你你你给我调查啊 没办法 现在巴西也要调查中国的一些反请销了 他调查的项目包括一些金属板 呃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化学品啊轮胎 他也要调查请销 但现在还没有做决定了哦 但是我们来看其实呢呃这个在钢材的部分哦 在钢铁产业的部分我们刚提到了中国呢 自己的需求没那么大开始往外卖 这一点呢美国很担心嘛 我们来看拜登最近的动作哦 本来呢美国的钢铁公司啊有点经营不下去了 所以他找了一个这个买主来找了一个金主来 觉得很开心赶快买给他哦 反正我们很难做 谁啊日本的新日铁 双方谈的蛮好的一拍即合 新日铁出了一个价钱其实还挺不赖的 141亿美元要买美国钢铁公司 拜登说不能卖 美国钢铁公司是我们美国骄傲 是我们美国土生土长的钢铁业的一方之霸 怎么可以卖给你小日本人啊 不可以啊不给卖 哎呀他很难经营他想卖也不行耶 所以呢现在就是政治因素现在不给卖了哦 那另外呢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澳洲曾经对这个中国的一些钢铁业 克了高关税 之前呢中国跟澳洲之间也打这个贸易战嘛 所以他克了高关税 但是呢中国一状告上WTO WTO最新的裁定是澳洲你不合规定 你不能这样克高关税 要求澳洲立刻撤销 或者是要改善他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一个壁垒哦 所以呢澳洲也从善如流啦 因为反正现在跟中国关系也就是有点改善了啦 之前呢是因为COVID-19嘛 当时的总理这个莫里森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啊这个COVID-19都是从中国传出来的 他那时候那样讲嘛 然后呢就说要调查一下病毒的起源 所以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那现在反正也换总理啦 所以呢现在这个总理跟中国挺不错的啊 所以呢这个关税壁垒 哎就有点解除了 但是呢其实澳洲啊毕竟他背后的老大也是美国嘛 所以呢这个他的战略意义上他还是要听美国的 所以最近啊他做了一个挖墙角的事 就是呢这个澳洲啊他挤掉了中国去跟斐济 签了一个基础建设合作的协议哦 以后呢在斐济他的港口啊他的造船厂啊 就由澳洲出钱来帮你干 这很妙对不对 抢着出钱耶 你抢着当冤大头耶好你去嘛你去 好那现在呢被抢走了嘛 那以后呢斐济的港口就会是澳洲来出钱帮忙了哦 那但是呢刚提到了 全世界的钢市啊有很大的一个下行的力道 就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现在在缩手当中嘛 所以目前我们来看统计 这一带一路的建设过去很集中在这个东南亚 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嘛 那最近有一个统计是在整个东南亚东协国家 中国呢参与了34项大的基础建设当中的24 但是呢这24项目前的完成度是不高的哦 大约只有33%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缩手 全市全球的钢市打喷嚏了哦 现在感觉哇真的是寒冬了哦 好那除了你看到了中国呢 大家觉得说哎你的钢市需求不振之后呢 影响到全世界大家都吓到发抖瑟瑟发抖 但其实中国本身内地的市场现在也面临到整病的一个危机 中国呢非常大的一家钢铁的一个公司叫保五钢铁 保五钢铁呢这个老董就直接讲 他说接下来会有一波大清洗可能会整病 因为呢整个市场没有过去需求那么多了 钢铁业也不用那么多的一些公司了 最近呢你看到在中国有非常多钢铁业当中的 你可以说诈骗你可以说骗局或者你可以说卷款潜逃 都是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觉得哇现在一定是最后一笔 我赶快捞了就跑很多卷款潜逃的状况 很多是中间商过去呢这个买卖钢铁会有中间人 他可以赚差价但现在呢这个中间人呢哇拿了你的钱就落跑 马上就卷款潜逃非常多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当然就会接下来带出一大批的一个整病潮 呃大家知道中国呢他是全世界钢铁最大的一个生产国 全球占比55%的哦当他要流血竞争当他要降价竞争 那全球的钢市钢价就立刻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再来他除了是最大的一个生产国他也是最大的一个需求国 现在需求降下来了然后他生产还是一定的话 那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哦这个市场可能接下来你还看不到 他落底的迹象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还在下行当中 呃房地产市场没有那么好基础建设又在放缓 一带一路呢现在又在缩手的状况底下 整体的一个钢铁市场没那么好 再来还有一个好重要的原因2025年碳税要上路了哦 碳税一上路钢铁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碳的一个产业哦 他其实是蛮污染的一个产业他非常的一个需要 这个碳税啊到时候一想就是头很大了哦 所以呢到时候你会看到的状况是他的成本上升 因为要碳税嘛成本上升需求在下降 于是乎当是啊接下来可能就要看中国脸色 中国什么时候经济重新好转房地产市场重新好转 哪天你在看到新闻看到一带一路又重启什么样的一个大建设的话 诶那才会是钢铁的春天 所以如果你手中还有一些钢铁相关的商品的话 现在要小心点了看是不是能到其他地方去会比较安全哦 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了 我们下回见拜拜